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个好消息 周深新歌《福光》在王云云上线仅半个月 平台收藏已破百万 这也成为周深在该平台的第20首破百万收藏单曲 截至目前为止 周深破百万收藏单曲在KK音乐已有37首 王云云有20首 酷狗有25首 同时歌曲《福光》也被多加文旅作为BGM 如峨眉山景区官微宣传冬天的峨眉山 广园文旅官微宣传 广园博物馆都使用了周深演唱的《福光》作为BGM 另外15日周深参加了《央视春晚》的首次彩排 令人惊叹的是 《央视春晚》彩排下班后 当天下午周深就又赶到了长沙 进行生生不息节目的录制 而且据说这期节目终于迎来周深的独唱歌曲舞台了 太期待了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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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伯伯 周深 祝你 拜拜 祝你 拜拜 拜拜 祝你 拜拜 拜拜 伯伯 土深 录制下班了 坐在车里特意打开窗户 给粉丝们回首告别 一边挥手 一边叮嘱粉丝注意安全 世事回应的双向奔赴 总是这么让人感动 真的是极限赶场 白天还在北京央视春晚连排 晚上就飞长沙去录制生生不息了 而且据说接下来周深更是忙到脚不沾地 两天的生生不息录制后 会马上赶回上海 参加18日东方卫视的春晚录制 然后需要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 参加19日的网络视听盛典录制 以及20日的北京卫视春晚录制 天哪连轴转太辛苦了 我们看着都辛苦 他要飞来飞去 还有准备每个需要唱的歌曲 真的太不容易了 看到这个行程 蜜子们应该相信周深在采访中说的那句 我喜欢工作了吧 就是2023年给自己修了多长时间的年假 一个星期 对差不多 觉得够吗 我觉得还好 我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 那如果2020年有假期 想去哪玩 想 真的还是想回家 想在想贵阳 或者对 这个贵阳 有点又好吃又好玩 就一切都很棒 而且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地推荐自己的家乡 我觉得也可以推荐一下我的第二家乡贵阳 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 就没有外面那么热 这句话怎么那么没有底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贵阳拍跑男 我就所有跟我的跑男就跑男兄弟们 我就说是贵阳不热的会很凉爽非常凉爽 然后刚好去的时候去到那天贵阳太阳疼 别打 这段并没有再推荐自己的家乡贵阳 希望大家能够来贵阳玩 贵阳人特别有趣 然后吃的也非常好吃 然后天气也很舒服 而且就是经常可以发现到你非常意想不到的惊喜 收到了深深的爱丽 可能下一波这个旅游热就会发生在贵阳了 希望吧 又许了个月 那2024年给自己的新年KPI是什么 在舞台上继续唱歌 希望能够让更多没有即将认识的朋友 跟大家一起认识 通过这个行程也基本能确定 周深际六平台跨年晚会后 将会继续参加多个卫视的春晚 目前已知的有 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 河南卫视春晚 东方卫视春晚 北京卫视春晚 央视百花迎春大联欢晚会 其中河南卫视春晚和央视百花迎春大联欢 已经录制完成 大家到时候注意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舞台哦 在华语乐坛中 周深犹如一匹黑马 以无人可挡之势 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引领着年轻一代的音乐潮流 作为周深的粉丝 我们不仅仅是支持他的音乐作品 更是被他身上那种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 他的成长经历 激励着无数音乐爱好者勇敢追梦 为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而不懈努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 周深在乐坛上创造出更多的辉煌成就 祝愿周深这颗乐坛新星更加璀璨闪耀 2023年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2023年最快乐的瞬间当然是在 深深感谢你演唱会上 跟我的生米们 跟我的歌迷们一起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太幸福了 那有为什么事情哭过吗去年 也非常幸运 非常巧的也就是在那个演唱会上 就没有办法控制 就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然后看到下面真的有人愿意 为了你去抽出自己的时间 然后花费很多精力来跟你见面 我觉得那个那种感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压抑住就老是在舞台上哭 哎呀不要再哭了 那去年其实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精彩的舞台 最近跨年舞台上是又蹦地又跳水 那对于之后的舞台还有怎样的提示 没有想 没有了 所以好好唱歌吧 我不信 看见我的眼神没有传递给各位导演们 老师们不要再整我了 那打算怎么卷自己呢 其实没有在想的是卷自己吧 就希望自己在每一个来之不一的舞台上都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也好 或者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去认识到 因为更多的朋友会有不同风格的爱好者 或者是不同舞台风格舞台表演的爱好者 说不定某一个新的尝试就可以让新的人 新的即将认识的人认识呢 那又蹦地又跳水是种怎样的体验 第一次采摆是真的很尴尬 就是要那个跳水 要这样彻底躺下去 会觉得 老师们对不起 我为你们我会少吃一碗饭的 所以那天的确少吃了一些饭 我觉得很神奇吧 谁能想到会在跨年演唱会上跳水 我觉得很神奇 是很有趣的一次体验 但那个是安全的吗 会担心说万一接不住怎么办吗 一开始会担心 但后面就是采摆就是 啊很放心 大家都非常的有力非常好 非常安全很开心 而且就很多就是莫名的缘分 那首歌刚好有一个remix的版本 就刚好就适合那个舞台 那躺下去唱这个 对发声会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还蛮舒服服的 比站着要好 站着我觉得太尴尬了 站着觉得所有人都是盯着你 这样唱歌 躺着就是 反正我看不到你 更自如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 生命们其实在微博底下 也非常的热情啊 那对于生命们给你的微博评论的内容 你怎么看 那挺真实想法吗 朋友们是不是 生命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水了点 我看到很多相同的文案 复制了很多遍 但是我觉得也都是很有趣的一种互动了 对 那有什么评论建议吗 评论建议就是 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有趣点吧 大家想问你 何时可以不制简 何时可以干嘛 不制简 啊不可能 保你个头 但有时候好像也会忘记保你个头 是什么时候会忘记 就好巧不巧就有一次我们在 就刚好是咱们微博这些官宣的时候 下面又出现了非常雷同气味的 夸奖的彩虹 嗯 然后就哇 好尴尬 就回复回复者 可能就质检出了些问题 我回去再剪一遍的 被尴尬到了 对对对 好